欢迎来到 不是三国茶馆 欢迎来到 三国站起来 这是我第一个站着录的影片 也是第一次没有看稿子在拍片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啦 平常我讲三国 每一个字 每一个标点符号 都是照着我自己写的稿子在讲 毕竟讲历史是要讲究精确度 要讲究史料文字的嘛 但讲了这么多正经的历史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不正经的灵魂 真的好想讲干话 这个欲望忍了很久 终于爆发了 那在故事开始前 有两大保证 第一 保证火力凶猛 保证站起来 我先预告过了 如果不喜欢这个风格的观众 请先左转离开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那有人可能会想 我平常也会酸曹操 酸孙全啊 我跟你说啦 我接每日任务的时候 都要小心翼翼克制自己 平常解任务大概只用了 一成力吧 差不多一成力 打脸都不敢打太大力啊 我怕练太壮 我怕打太凶啊 这个单元我会放下包袱 借出封印 战力绝对破表 这是第一点 至于第二点 保证政治不正确 接下来开的玩笑 有的符合证实 有的不符合证实 不代表我的历史评价与立场 那想看认真的历史故事 请看三国茶馆 这边就当作是平行宇宙吧 好啦 进入主题 今天要来聊聊曹操最孝顺的儿子 从老大开始说起吧 老大曹昂 非常不孝 有句名言说 下属的功劳是上司的攻击 上司的过错是下属的责任 这不是干话哦 大家出社会都知道嘛 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那我们举一反三 儿子立了功 那就是老爸的功劳 父亲犯了错 那当然就是儿子的问题啊 那现在我们笑曹操什么 张秀克星啦 晚成战神啦 堂堂人其杀手 再晚成一道铁板 这个事件是这样哦 曹操接纳了张秀的投降 但他对张秀的祖母伸出魔爪 结果造成张秀叛变 曹操君大败 还赔上了儿子曹昂 侄子曹安明 大将典尾 损失非常惨重 不过各位仔细想想看这个事件 问题最大的人是谁呢 当然是曹昂啊 就是因为曹昂战死 大家才会拿这件事来攻击曹操 做一根究底 就是曹昂不争气啊 看看隔壁棚 刘备的儿子多争气 阿斗一岁的时候 在长板坡被卫军团团包围 这情况比晚成凶险多了 结果咧 阿斗七进七出 眉头皱都不皱一下 阿斗带着赵元冲出重围 他甚至闭上眼睛 简直是藐视曹君 两个儿子一对比 高下立判 当然 这对曹昂来说是有一点太过严格啦 大家都知道阿斗天生省力 很多文章说阿斗英明神物 那些都是真的 阿斗这个标准太高了 那我们把标准降低 说到底曹昂就是不够努力 如果要平常多锻炼自己一点 要求不要太高啦 假如曹昂有 十个点尾的战力好了 今天谁敢笑曹昂呢 曹昂光靠儿子 就能再晚成打出逆转胜啦 哦曹昂才笑你们咧 笑周瑜无谋 笑孔明少智 笑张秀无力 若曹昂失背点尾 不始孤至此啊 曹昂战死 当然是大大的不孝 接下来再看看曹丕跟曹直 这两个儿子 谁比较孝顺呢 答案是 两个都不孝 曹丕的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在曹操心底深处 他是不太喜欢曹丕这个儿子的 曹昂死后 曹丕是年纪最大 最正统的第一张子 曹操有一百个理由立曹丕 但他偏偏不立 那身为一个跌不疼 跌不爱的孩子 曹丕就要有自知之明嘛 结果你知道曹丕多坏吗 他还给我努力耶 曹丕跟贾许老师学习谋略 日日夜夜辛苦读书 曹丕会骑马 会建树 还写一首好文章 诶谁准你这么努力的啊 曹丕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他要强又不够强 要烂又不够烂 每项能力都有一定水准 所以才会让曹操这么难以选择 让曹操这么头痛 你烂一点就没事啦 真是个不孝子耶 再看看曹直 如果要说曹操的偏好 其实曹操是比较偏心曹直的 曹操迟迟不立曹丕 想要给曹直表现的机会 结果曹直做了什么 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酒后驾车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这个道理古今皆然 曹直酒驾 这件事确实有历史记载 之后我再来认真讲解 不过说到这边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曹丕跟曹直 都称不上孝顺的儿子 两个人争未争半天 争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增加曹操的负担而已 那说回今天的主题 究竟谁是曹操最孝顺的儿子 终于哦 我们要来碰出这个最黑暗 最可怕的历史谜团了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再往下看吧 曹操最孝顺的儿子 答案就是孙权 不要怀疑 就是孙权 曹操早就跟你说过他的答案 生子当如孙众 那仅仅只有一句话 或许还不能当作佐证 我们说孝心孝道 不能挂在嘴上 应该用行为表现出来 这边有个很棒的例子 当关于北伐 威震滑下 曹操吓得想要迁都 这是曹操晚年遇到最大的麻烦 看看是哪个儿子站出来 帮曹操分忧解饶 曹批能干嘛 曹植能干嘛 曹操称大象又能干嘛 是谁站出来帮助曹操 是我们阿权啊 是谁贴心地上一把被刺刀 是我们阿权 是谁不惜名声黑掉也要打盟友 是我们阿权 是谁牺牲这么多也要尽孝道 忍辱负重 这就是我们阿权啊 谢谢你 阿权 爸爸很欣慰 目前这样会不会嘴得太凶 会不会太狠 好像还好 那就再狠一点 孙权看到曹操 膝盖说贵就贵 这份孝心曹批他们怎么比得上 在曹操这么多儿子之中 孙权绝对是最孝顺的那个贵儿子 我再讲一遍 孙权绝对是最孝顺的那个乖儿子啊 那有人可能会说 孙权并不是一直在贵啊 他也曾经反抗曹操啊 没错 这个行为很好解释哦 三个字 叛逆期 人都有青春期嘛 想要跟爸爸证明他也有力量 他也有拳头 但相比之下 孙权以前只能算是跟曹操爸爸在玩而已 看看孙权齐齐荆州的规模跟力量 真的是要全力跟你输赢那种 这一刀捅下去 无数两国再也没机会跟卫国争天下 这份礼物还不够大吗 这份孝心还不够大吗 哦还没说完哦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孙权可以像曹操低头称臣 但他后来是不像曹批低头称臣的哦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孙权跟曹批的爸爸是同一个人 他们是平辈啊 论年纪 孙权还比曹批大一点 曹批应该叫他一声全歌 孙权怎么可以向曹批跪拜称臣呢 哎突破盲点有没有 谜团一个一个解开了 再说多年之后 曹批为什么要兴起降临之战 你以为他为什么要打孙权 真人口吗 真土地吗 都不是 他们在真的是名分啊 这是一场决定谁是曹操儿子的决定战 结果是谁赢了 孙权赢了 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三国时期军事能力顶尖的男人 那谁有资格当他的儿子呢 当然是赢的人才有资格啊 历史已经证明了曹批是假的儿子 滚 孙权才是真正的儿子啊 我们掌声恭喜阿权 恭喜阿权赢得曹操最强儿子的名号 OK 讲完干话心情果然特别舒畅 如果喜欢这一集 请多多分享出去 来定个目标好了 假如没有两万观看 那就不会有下一集 哎这不是点阅勒索啦 本来影片就是由观众决定的 虽然我已经想了一些战力很强的主题 但还是要大家买单才有用嘛 观看数不够的话 那以后应该只会放在会员频道中 当作会员多一个小福利 今天的三国站起来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了刘裕 我们下次见